西瓜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要来画一只可爱的小青蛙 首先我们来画它大大的眼睛 这是第一个圆 第二个圆呢要被它遮住一点点 它们有一个遮挡关系 在这个大圆靠下的地方 画一个小圆 右边的这个也是靠下的地方画小圆 接下来我们画青蛙的头部 左边我画一个括号 右边画一个反括号 从这里延伸下去一个长条 左边也延伸下去 从手靠上的地方连着画一个弧 右边也画一个同样的弧 它们是一个对称的 有点像一个耳朵 中间转流起来 小青蛙的外形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啦 然后我们画它的嘴 小青蛙的嘴 眼睛下来的地方画一条纹 然后画一个大大的弧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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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向外 左边延伸连上 和叶呢上面画一些它的野麦 好啦小心了我们就画好咯 好咯小朋友们画好了没有呢 没有画好就暂停等一等哦 我先来把它夹粗 夹粗的时间等你咯 小青蛙是不是爱唱歌呢 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一些音符 那青蛙就画好咯 我们来给它涂色吧 我们首先把它的眼睛给涂黑吧 哇塞好可爱的小青蛙 先来给它加一个腮红 加上腮红 但是就可爱起来了呢 我要给它涂上绿色 Green 我使用的是一个浅浅的绿色 只用跨越这边涂 其实是很好涂的 一笔一笔的涂下来 这个绿色的小青蛙是不是很可爱啊 我给它加上一些英语 我把它的舌头涂成粉色 因为张开绝以后里面的地方看不见 所以要涂成绿色 如果说你要涂成 嗯 浅一点的灰 是可以的 荷叶的绿 和小青蛙身上的绿 都是绿色 一个深一点 一个浅一点 所以我涂成绿色 我涂成绿色 我涂成绿色 这是玫瑰 你们画好了没有呢 我们可以准备再加个爱心吧 现在我们到了学习时间啰 要使用什么颜色来写它呢 我们先来学习青蛙怎么写 青蛙 A F R O G 青蛙 Frog 青蛙 Frog 这张画上我们除了青蛙以外 我们还画了一个大大的荷叶 那么荷叶怎么写呢 L O T U S Lotus是荷花的意思 我们在后面还需要加上另外一个单词 L E E A F F Lif 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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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